这里就是被国家地理称之为中国最美的地方 它就是我身后湖北鹤峰县平山峡谷 它因一张悬浮照片火爆海泪外 曾被海外媒体称之为中国仙本辣 在2014年的时候 一个本地摄影师拍摄了一组名为腾空的船 照片发在网上 小船停泊于清澈见底的峡谷里 就像是悬浮在半空中一样 宛如进入了一个神秘幽静的世外桃源 一夜之间火爆还类外 从此改变了这个不通火车 不通高速的小县城的命运 2019年景区正式对外开放 2020年高速公路开通 莫名而来的人越来越多 现在成为了旅游达人必打卡的景点之一 屏幕前的你什么时候过来打卡呢 关注我 带你游遍全国